她說她是不夠正在我們高客的山坡地 想請教 現在是不是應該做在 因為貨水不夠 土地比較乾 比較沒辦法 抑我們地面肥 還可以用許麵肥 什麼樣的比較適合 配送 還有它的使用頻率 許麵肥跟義肥膠灌 都一種比較理想 在柑橘地來說 剛才有打傷 所以如果是可以 因為比較適合 地面上你可以用義肥 用液體肥 可能是比較容易把這個吸收 因為根據 它頁面是可以吸收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 當然 時間點越來越迫切 所以我們盡量是可以上下提供 土地你可以用 比如說台肥六號 這種的寒假比例比較高的 這種的肥分 它有的是用到三百倍 就是說它三百倍 應該是在肥膠底不會傷到根 不會去上六斤 所以你在盡量的時候 你如果摺那個量 一個問題你控制大概在六公斤 我們稍微噴一下 水噴下去會濕濕 因為太過濕了 其實噴下去 噴下去 肥也不可以吃 賺這兩天 如果剛好下雨的時候 肥膠會濕濕 水如果不太方便 你一定要賺這個 稍微下一點 我們去管一頓 肥膠會濕的效果上可能比較好 肥膠可以用八百到一千倍 肥膠會濕 因為五百倍 有的人說五百倍就很好用的 不會去上到 但是問題是你全五百倍 它是沒辦法吃到夠 這要是不會上到 但你這麼多在那裡也沒辦法吃掉 月面能夠吸收的量很油閒 不如用薄薄 我們這個微便這家 可能來應該是再到一百左右 還要一次到兩次的這個 收拾三應該是到微便 因為現在兩檸檬 有檸檬來後 燙檬就比較少 所以一般來說可以配合這個肥膠 再做一遍 肥膠做回來用 肥膠大概就是八百倍 這個五百一半 別再重 沒有那個肥膠 如果是血腥就八百到一千 薄薄來用 起來上下企工 這樣起來就比較好 如果肥膠大概一個禮拜 就給他六公斤 再過一禮拜 六公斤 再過一禮拜 六公斤 是問題 薄薄來用 這個單車也不說 儘管我們有辦法負擔得起 但是一定要有一點點的水 三百倍是最重 再來我們就賣更多 因為你三百倍 就是說一公斤的肥膠 用三百公升的水 我們六公斤 對不對 六公斤 這樣是不是剛才好 凍白的水 這差不多凍外的水 凍外的水 凍外的水 凍外的水很好 凍外的水稍微有稍微溼溼 那起來這個浩格上應該就留了 留了看有 尤其你配合這陣子 有肚子有稍微溼溼溼溼溼 這應該是有一定的一個浩格 在校民可以用 但是校民的必定是少數 所以這是大概我們在使用上 是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提供給你做參考 再來一個就是說 最好在校民的 算是要繼續進行 簡單說就是說 這個可以 可以在萬進行的 七天至十天 我們就不要再用 這個液體肥安 這可以讓你稍微知道一下